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正式周日星期六星期天的直播第60次 谢谢大家的支持 在这里呼吁一下大家还没点赞这场直播的独有 请帮我点赞 还没有subscribe的朋友 subscribe我的频道 可以的话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看到 谢谢大家 当做是给我的鼓励 现在进入我们今天的第四个讲题 就是香港苹果日报及一周刊 被强迫停刊 非常非常的恶劣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特别要讲一下 当然在进入这个讲题之前 我先讲清楚 其实我本身不喜欢苹果日报 也不喜欢一周刊 一传媒之下有两大正三之报 就是一周刊跟苹果日报 一个是周刊 一个星期一份 就像新生活报一样 一个是日报 就像新周日报 或者是南粮商报一样 所以这两个是他的正三之报 但我其实并不是很喜欢这两个杂志跟爆炸 我去过香港六次 被包旅行去过 带父母去过 带我老婆去过 然后带跟朋友也去过 工干也去过两次 去做工也去过两次 所以去过六次 我每一次去被包旅行 去每一个国家游玩 我晚上 我都会买两三份 比较著名的报纸 晚上回到酒店的时候 可以看 因为报纸是了解一个地方 了解一个国家 最直接 最方便的方式 你可以了解 大家都在关心什么 大家的半报方针 然后最热的议题 然后各种时评人的 一届主流的看法 是什么 这是最快速的看法 所以我每一次去香港 我都会买苹果日报来看 然后有时也会买 一周刊 一周刊我比较少买 因为一周刊比较贵 苹果日报比较便宜 所以我经常都会买 但是老实说 苹果一周刊 一直以来走的 都是华众取宠的路线 就是英文叫 翻译成华语 非常的形象化 就是 他就是用这种方式来吸引大家的眼球 来划纵取宠 所以之前苹果日报一周刊 他们有给香港政府处罚过很多次 因为他刊登裸照 包括陈冠希很著名的裸照案件 他就被投诉 然后被罚款 还有他也曾经公布过中学生少女的裸照 然后引起轩然大波 这些当然都是不应当的事情 我们以前 我以前在大学参与辩论都会谈到 一个媒体 新闻价值重要 还是新闻道德重要 每次都会谈到一周刊这个课题 所以如果你问我 其实我本身是不喜欢一周刊的 但是我们要就事论事了 不可以混为一谈 你不喜欢一周刊 你可以不买 你可以希望他倒 你可以希望他股票跌 你可以不买他股票 但是你不可以用现在香港政府的方式 来逼迫他关门打击 任何了解苹果日报是如何被逼迫关门的人 只要有一点思考能力 都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这是一个极端极端极端 极端到无以复加地度的恶劣行为 怎么说 在进入我要怎样讲 我也去讲解香港政府是怎么恶劣 来逼迫苹果日报关门之前 网络上有很多大外宣 就是亲中国的人 不管是中国人还是马来西亚人 马来西亚也很多这样子的大外宣 俗称小粉红或中华胶 但我不喜欢这些帽子 所以我不会用这些帽子来评论 反正是立场倾向中国的人 他们会说一周刊一直都在亏钱 一传媒不是一周刊 一传媒就是他们的母公司 一直都在亏钱 每年都要亏几千万 所以他这次关是自己要关的 自己要关根本不是因为政府压迫 不是政府冻结了他一千多万的资金 因为一千多万对一传媒不多 所以是他自己要关的 抱持这样子说法的人是真言说瞎话 百分之两百的真言说瞎话 并当然一周刊亏钱是一回事 一周刊不好看我不支持是一回事 但是你说是因为他亏钱他要关 这个很明显是不对的事情 为什么他亏钱已经亏好几年了 为什么到现在来关 而且现在他在反送中 反国安法运动之后 苹果日报的声势大展 他已经逐渐的摆脱这个sensation 散色新华众取宠媒体的地位 慢慢形成香港反建制派的一个主流暴涨 所以他的情势是越来越好的 为什么他现在要因为之前亏损这么多年 和现在来关闭 这是第一点 我说你200%是错误的原因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这样讲的人很明显 没有看整个事情 苹果日报为什么会关闭 他只看到政府冻结 他一千多万就说要关 他就关闭 不能给清楚什么 可是他每年都亏几千万 他还有很多营运资金 肥老黎就是黎智英 他的大老板也很有钱 根本不需要关的地步 所以他是顺水推走 这是完全错误的 其实为什么他会关 道理很简单 今年6月中6月17号的时候 苹果的高层 苹果日报的高层 包括五个高层是谁 一传媒的行政总裁 CEO张建宏 一传媒集团的营运总裁 CEO周达全 苹果日报的副社长 陈佩敏 苹果动新闻 大家在Facebook经常都会看到动新闻 的总监张志伟 还有苹果日报的总编辑 罗伟 五个高层就被政府给抓了 被香港政府给抓了 而且这五个人被抓 是直接不可以保释 直接被扣留起来 关在扣留所里面的 原因是什么 香港政府引用国安法来扣留他们 国安法是跟我们的内安法令 一样是可以不精神去直接抓人 直接冻结你的户口 直接冻结你的财产 所以香港政府就是用这个法律 来抓了这五个高层 抓了这五个高层 所以你 我看到很多马来西亚人欢呼说 国安法来抓这些人 大快人心 因为他不支持苹果日报 我也不支持苹果日报 废除了内安法令 你现在却支持别人 用内安法令来对付其他人 他们叫国安法 但是内容是一模一样的 那你是不是自己打自己的 等一下关于内安法令的 这个事情 等一下我们也会讲到 他逮捕17号 逮捕了五个高层 23号他又在逮捕了其他员工 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种族笔 苹果日报的种族笔李平 而且在6月 这个大逮捕行动之前 在去年8月 一传媒整个机构的总裁 的老板李志英 还有他的两个儿子 就都已经被逮捕了 所以真正的迫使到这个公司 被迫关门不能营运的 并不是冻结户口 并不是冻结营运 而是这些蓄意恶意逮捕的行为 而且是用一个恶法 未经审判的情况之下 就逮捕这些人 而且他的逮捕一直都没有停过 很多记者也被逮捕 甚至有些记者是要以 或者是他的高层 要以脱离公司的方式 来寻求释放 当然小记者政府放明 但是这些总裁总编辑 他们被扣留了之后 他们辞职 因为扣留所是一个很 不是人呆的地方 不是人呆的地方 环境非常的恶劣 当然香港的 我没有看过了 马来西亚是这样子的情况 但是限制你的自由 全世界都是一个 很恶劣的行为 所以这些被捕的高层 他们为了自保 他们选择辞职 跟法庭说 我已经辞职了 所以我已经不关系这个公司了 所以你说 你在用国安法令来扣留我 未经审讯的扣留我 是不合理的 你不应该再用国安法 我也不能够在 苹果日报里面 写任何危害国家安全的事情 所以你不应该扣留我 你应该还我自由 结果法庭驳回 法庭说 没有 你还是 国安法还是可以扣留你 完全驳回他们的保释情况 所以在人人自危的情况之下 才导致 苹果 不能做下去 不止肥老黎 不止黎智英 他的儿子也被抓 当然 或多或少 也有包括他们的资金被冻结 1800万也被冻结了 但是最主要的原因 还是他的高层被扣留 他的高层被扣留 所以刚才那些说 哎呀 他亏钱了 所以他顺水推走 这些是屁话来的 是屁话来的 政府这样子大逮捕 而且是针对媒体 针对传媒来进行这样子逮捕 是一个完全在任何主流民主国家 都不能被接受到的事情 我举一个例子 刚过不久 当今大马被告 藐视法庭案 大家还记得吗 政府当时告的 就不只是当今大马 还告了他的总编辑 还好他的总编辑没有被扣留 没有被扣留 但是大家当时都义愤填银 都骂这个政府 你用藐视案 很多人骂 所以用藐视案来 来控告当今大马 已经不合理了 因为不是当今大马自己写的 是comment 是别人的留言 你应该对付留言的人 很多人已经认为不合理 但是你对付当今大马 不只你还对付他的总编辑 严重庆 因为藐视案是可以坐牢 可以罚官的 所以你这样子就是很明显 潜质言论自由 当时大家都很生气 大骂政府用这样子的手段 来限制我们的言论自由 但是现在香港比这个恶劣好几百万倍 好几百万倍 当时当今大马被判有罪之后 被罚款50万 还好没有坐牢 严重庆无罪 但是当今大马有罪 然后被罚款50万 大家不到一天的时间 就筹到50万给他 那现在有何理由去 伸援去支持 更恶劣几千万倍的事情 这是第一个例子 第二个例子 是久远一点之前的 2008年9月 大家记得发生什么事情吗 308海啸之后 当时就 巫统 有一个叫 阿末伊斯麦的人 他就发出了华人寄居论 说我们华人都是寄居在马来西亚的 当时 因为国阵丢失了五州政权 丢失三分二 风雨飘摇 9月的时候 9月16号安华就推出了 他的9月16变天 所以那时是整个风雨飘摇的情况 这件事情大家应该还有印象 当时就发生了一件事情 报道这个新闻 就是阿末伊斯麦的 华人寄居论的记者 也是槟城人 新州日报的记者 陈青云 就因为报道这个新闻 被逮捕 被扣留 而扣留他的法律是什么 内安法令 不需要理由 不需要法庭审判 直接就可以扣留 当时整个马来西亚 是多么的沸腾 多么的震动 2008年政府用 内安法令来扣留 陈青云记者 就跟现在 香港政府用国安法令 去扣押这些 遗传媒的高层 是一模一样的事情 是一模一样的事情 而香港是幅度更大 所以很明显 这个是一个不能够被接受的事情 这是完全侵害言论自由的事情 所以 我找不到任何理由 去认同这样子的行为 去为支持这样子的行为的人开拓 当然有人说中天新闻台 被关 你们怎么没有说话 这是错的 中天新闻台 我也是觉得中天新闻台很废 我写过很多文章 向中天新闻台 之前台湾总统大选 台湾高雄市长选举的时候 中天新闻台还 我记得我还写文章 写读出来 发在专业 因为我经常有看各国的 英国 美国 台湾 阿加萨利 还有新加坡的 这些新闻台的新闻 我经常都有看 我就看到台湾中天新闻台 他拿韩国瑜的前世 来讲 一个堂堂的新闻台 拿前世来讲 这是一个多么可笑的事情 找一个宣学家说 韩国瑜的前世是一个喇嘛 然后做了什么事 救了什么人 用这样子的情况 但是我不支持蔡英文来管她 但我不支持 我后来也有发表这个意见 所以你用这个论点说 中天被关你没有说 而且中天被关 他不是不给他营运 他也没有抓他的高层 他是因为接到很多投诉 他不给他这个频道 所以你可以转去网络做 或者是你可以用中天 其他的频道来报新闻 中天不只是有一个新闻台 他还有其他的频道 台湾就是这样子 有娱乐台 有戏剧台 有新闻台 所以我只是撤回 你这个新闻台的频道 当然这个做法我不认同 但是他在程度上 跟苹果日报 是完全天差地远的两回事 就是这样子 所以关于苹果日报 很明显就是一个政治迫害 而且是明目张胆的政治迫害 完全破坏了香港民主自由的基础 这对香港的法治绝对是一个重击 尤其是国安法制定了之后 完全是四香港法律 这个我之前已经讲过了 所以今天最主要讲苹果日报 就讲到这里 我们第四个讲词 就讲到这里 也花了十几分钟 中天的YouTube还有在做 是的 中天新闻台并没有开关 你说YouTube在做的是中天新闻台 中天不只有新闻台 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台湾的电视台 台湾有上百个电视台 不像我们马来西亚 两只手可以数得完 所以很多人不了解中天的情况 我刚才也顺道来提一下 好 我喝一口水休息一下 看一下大家的留言 好不容易 中天新闻台湾的电视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